無論任何節日、生日、結婚的週年 甚麼都好 無論是生日 放棄了 大家說說平時跟老公的相處是怎樣 很多朋友都說 拍拖的時候很甜蜜 結婚後 唉…三滴汗 你是不是 我… 我… 結婚前三滴 結婚後五滴 三滴之後一潭水 十滴 是甚麼分別呢 結婚前都會裝模作樣 我又來啊 我來啊 說吧 也會裝模作樣 之前不太出聲 會做一些驚喜 給你 看見婚程 因為我也生日 她一直問我 你要甚麼蛋糕 你要甚麼蛋糕 我說你幫我選擇吧 你不是這樣的 不是啊 免得被人罵吧 你要甚麼蛋糕 那是氣球 然後包了一些禮物 但你那時候結婚了嗎 還未結婚 這些東西結婚前就好地地了 現在就沒有了 結婚之後 選蛋糕 對 選蛋糕 要不要啊 要哪隻 吃甚麼味道 對 慘得是兄弟 我想說 我老公就不像你這樣 但我也明白 結婚前就會比較恩恨 做了驚喜 結婚之後就減一點 生日後再減少一點 為甚麼呢 因為焦點可以增加了小朋友 即是很忙 是的 但她也想盡力過你 也會想 但我想說 因為之前試過她可能墮懶了 生日蛋糕 未必合我心意等等 我給你一個方法 你指定哪一間鍵店 你喜歡的 你傳給她 你以後 每一年她就會在那裡選 就會確保 是我喜歡的蛋糕 我喜歡的花 但也有誠意 因為我不知道是甚麼款式 是的 我覺得 這樣就 要是否自己碰自己 也要 即是你給她指引 對 給她指引 是這樣的 是的 我反過來 我跟你們不同了 我跟你們不同了 是的 她之前 你看她那個是 她有些面紅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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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是 她會做很多驚喜 跟你們都差不多 到結婚後 尤其是有了女兒 我就會叫她 不如不要買禮物 其實我沒有東西要 不如你把這些東西出去吃一頓飯 可能真的有了一個女兒 我自己會覺得 這些錢可能花在其他地方 其實我也不需要 我就叫她 其實你不用買了 或者我會跟她說 喂喂 不如你就當這個也是吧 那變成是我壞了 即是我沒有了一個浪漫 給她 你不要那麼老套了 我簡直說 我的贊助也說 寄給我 我們不要買 對呀 對呀 我想說 Jay的Status 不是遲過的 你結婚三個表情之後 好像你這樣 我也是 我們這些表情 是好老婆 真的為頭加上了一些錢 省得就省得 給阿B 給家庭 但真的好像是 不好 因為為什麼呢 做完第一次之後 第二年她真的難過了 慢慢之後難過了 對呀 那我們其實女生始終 老公沒了 真的 老婆是需要哄的 對呀 什麼時候都說 就是家庭 如果太太開心 家庭就開心了 家庭開心 老公就開心 所以老婆始終是要哄的 所以現在我就覺得 跟老公說 無論任何節日 生日 結婚 週年 什麼都好 無論生日 哈哈哈哈 放了同宵那些 我顧錯鎮靈 放了同宵 對呀 對呀 就是跟著 小哥兩年之後 大家都罷了 小哥兩年之後 哇 他真的懶了之後 不行了 老公 以後 無論生日 結婚週年 他就記住在我 指定這個list 買蛋糕 買花 自己選款給我 那我就開心了 好的 對呀 那我就覺得 他就會懂得吵 大家就好一點了 那為什麼 你有沒有後悔 之後他真的 什麼都不送給你 他不會聽的 對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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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逛街 例如見到 你來 你的牙齒很漂亮 你看到牙齒很漂亮 這個牙齒很漂亮 然後我就說 千萬不要買 我只是說一說 你要這樣 因為如果你想要就這樣 我突然想起 好像不是 想想一下 其實他去年 有做蛋糕給我 他自己做 忘記別人的好 但他做完之後 反而我真的在焦點 我不是很有反應 他想著我 很大的反應 做了給我 然後 我是這樣 變了他有點不開心 就會不想再做 所以今年就 要什麼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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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十倍 他之前有試過 自己插花給我 男人會插花 對呀 因為我經常做手作 然後他就特意去學 就做了一盆花給我 但我不建議 現在是你 你是男人 現在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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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用花給你了 現在又說他沒有 又說你沒有情趣 對呀 然後也不重視 怪不得他 怪不得他今年 自己也要檢討一下 那你有沒有做什麼 給他轉頭 例如他做給你 你有沒有做什麼 我以前全部禮物 當我自己想做 我現在都會滑 但現在沒有 其實阿雪說這個情況 我想很多媽媽們都有 就是自然生一個B之後 其實很自然 專注力去到一個小朋友 對 那就變成少了你了老公 阿J也會不會呢 我就反而少一點 我會經常記住 老公才是陪你走一生一世的 那個身邊的人 兒女大了 他們會自己結婚 會有自己的小朋友 所以你要記住 這個小朋友是這個時刻 但如果你冷落了之後 陪你一生一世 那人可能不見了 所以我會常常提醒自己 不要那麼沒有情趣 出去填密一下 我們會製造這些時刻 我覺得當你放下 小朋友兩個去拍拖的時候 才會陪伴 好像之前 大家為何愛對方 為何我們會結婚 才會組織家庭有小朋友 就是要拿回那個愛出來 去提醒大家 因為始終你時間長了 其實會忘記了 是 變成像同屋主一樣 就不行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小朋友其實都會看到 父母的恩愛去表現 哦 是的 你倆是很專注 但你倆的關係不好 其實小朋友也很大壓力 不僅是壓力 其實因為小朋友 他們會看著父母模仿 你媽媽是怎樣 將來就是這樣 你們倆夫婦怎樣相處 她可能將來跟老公 就好 現在說到她很有事 其實是 不是 我都很給你心裡拍 真的 真的 是 你是很手機 是嗎 很迷茫 我現在說 不是 你老公很甜 會自己做蛋糕又插花 不過是因為你 我跟著你 但是 她的樣子很奇怪 她是踩到你的底線 做盡一點令你生氣的事 但差不多踩到底線 你就是斷線了一會 她就特地做一些甜蜜的事 會不會因為她太愛你 因為你忽略她 因為其實我有聽過 有些故事就是 發覺另一半太忽略自己了 其實刻意做些事 激起你 吵吵架 然後讓你緊張一下我 吵吵架 會不會是這樣的 不是 我的工作狂 很多時候她會說 我沒有陪她 其實她想你關注她多一點 可能是 我們下一集會邀請 阿雪的老公 你平靠下的 但阿J 說一下你相處之道 雖然你說 你老公也很會做 你們會懂得很甜蜜的時光 但畢竟已經這麼多年了 你有沒有說哪一次 吵架之後 想起是最激動的那一次呢 我個人那麼軟線 我又怎會很激動呢 乘機宣傳新歌 唱到她的聲音 來… 情願 我不軟線 她是一個很緊張的人 所以很多時候 會籠罩著一個很大的緊張 她是很緊張的 甚麼都緊張 很緊張 所以我是很寧靜的 我是很寧靜的人 去那些詠春式 即她很緊張 可以的啦 那不然怎麼辦 也沒辦法 她不會覺得是拆拆完你了 是不是 即她會覺得 你都不明白我的情緒 即她覺得你應該很緊張 但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說我們控制不了 而且那也沒辦法的 預約不到位置 預約不到也沒辦法的 即是不行了 她會做很多行動 她很顧家 很做這些事 所以我這麼多年 其實認識她那一刻 因為她這麼照顧的人 她這麼甜蜜 她一定有她的好處 但同時也有她的缺點 即是太過緊張了 有時候我真的會抱抱 是 那怎麼辦 這樣也沒辦法的 你經常都是這樣 才搞得我很辛苦的 我真的受不了 我完全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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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跟她一樣 是一模一樣 我都會這樣 我很明白 她就像小朋友一樣 對 我想像到你老公的樣子 不想成熟 但這個表情 你也好 那算了 那走吧 然後你就不捨得罵她 有時候我會讓她 去到一個盡點 去到10 譬如太緊張 她會推到 然後我會 然後我會 然後我會罵媽媽 罵小朋友 很可愛 然後馬上 就會修煉 一段時間 馬上收火 對 第一次可能會 一段時間 然後她 因為環境因素 事件是會 又會慢慢 叫我 聽 然後我又會跟她說 慢慢 我習慣了 我就不會聽就爆 我就會慢慢 會跟她說 你不要那麼緊張 你先玩靜點 很搞笑 那時候是男人跟女人說的 好像 對 是很有趣的 所以 我想 不同的情況 你有你老公 我有我老公 緊張 所以這次 她本來有一個話題 男人有一個月經 也是 我認同 這件事 我老公經常 經常都有這個問題 你看這集 不要生氣 先看 不要看這集 這集 這集 其實是稿給我 男人也有月經 她的症狀是甚麼呢 大家欣賞一下 情緒 會有一些波動 會疲勞 會水腫 會疲倦 會疲倦 會喜歡吃甜的東西 我老公 下班回來 都會緊張 又會疲倦 然後她又覺得自己有點肥 回來又要吃雪糕 其實是種了 種了 種了 我老公是長期水腫的 真的很餓 我老公 長期含疲倦 或者飢餓呢 有 我也有 他經常都說 我有病 但是我一直吃東西 為甚麼要 我們都不會爆很多東西 所以我準備這個環節 快問快答 好 我們問了 嗯 拍胎時有沒有罵過分手 經常 哈哈 理由 沒甚麼理由 看到她想罵分手 為甚麼呢 甚麼事 為甚麼事 怎麼說呢 我們是互不相讓的 我們都是火爆型 其實我們爭論的事情 你回想起來是很無聊的 但我們是會不斷斷著大家 有甚麼特別事件 是會令到你這個點爆嗎 沒有的 沒有的 隨時都會來的 我的朋友 經常在這裡 他們一說 又來了 然後就走出露台 躲起來 你們在朋友面前 都不給我面對 都會這樣 是我們控制不了的 我們那時候拍拖 他經常都會覺得 我這麼好條件 都會選你 他會這樣 跟我的朋友 都這樣說 那你會不會知道 你會說我生氣 然後我就 媽媽說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追 大家可能會不多嗎 我們真的會這樣 然後就很生氣 但又經常都捨不得 但我以前就很帥 一走就走 不見了人 你不用知道找到我 那我就會死死地求我 但結婚後 的確是比較難離開 我記得那時候 剛剛生完BB 還有一些荷爾蒙的影響 心情很差 而且很累 晚上你知道 又不夠睡 又餵奶 又做很多事 然後BB終於睡覺了 那我就想洗澡 吹頭 吹頭的時候 我忘記關門 那一開著風扇的時候 風托 風托 風托的時候 我老公就去叫我 我聽不到 然後就很大聲 你能吵到我BB 這樣 然後他在BB旁邊 然後BB就 啊 然後我就說 現在是誰能吵到我BB 然後就來了 那我就瘋了 我說 我長得這麼健全 你真的想喊龍蕩 你會很心痛 然後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 很生氣 然後我就 很生氣 我又免得去吵鬧 有BB在那裡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下去 然後我就想 我下來做甚麼 因為如果我真的要走 我又 糟了 我一兩小時之後 有菊奶了 我又要泡 很憂慮 然後又在家 對 泡奶機又在家 你還沒收拾 然後B又在家 對 然後我要帶B走 我要帶B的枕頭 然後又要帶消毒奶機 哇 很多東西要帶 那真的我走不了 糟了 怎麼收貨呢 然後我就打給他 喂 我現在很生氣 你下來哄我 就是 他是不是馬上下來 他說 你是不是要我下來 你是不是要我下來 我們還要擾讓 對 你下不下來 現在那些 然後他下來 你想怎樣 然後我們就 你抱我 這樣 抱完了 上去吧 就是 就是那些 很… 兩個男人 對,兩個男人 其實我很感受到兩個人 都很愛大家 但是大家都不走出一步 其實我們的家是不過一天的 小學生 我們是很不孝順的 小學生 小學生 你們覺得 然後我經常都會跟他說 我經常都會問他 我都說我一生氣 你抱我便沒事了 就是我會這樣 但是他又會站著眼睛 第二條 喂 老公送了 最令人OJ的禮物 聽過都可以的 例如電動、啞叉、吸塵、機等等 有沒有呢 我有 那時候我老公就選禮物 後來他便覺得自己聰明了 他說 這次的禮物你一定會很喜歡 我說是嗎? 這是什麼? 這是限定版 很厲害 很大盒 這麼大盒 是否手袋 我便以為 黑色的一個盒 我說是什麼 他說你看 很硬正 你看看有燈的 哇 是什麼? 還未知什麼 其實我也還未知 我是不是拿出來的 這是化妝箱 然後他說 哇 這麼大 是這麼大的化妝箱 這麼厚 還要是一匹很重 還未擺放東西 都這麼重 即是專業式 然後我就說 哇 很漂亮 很漂亮 然後我就問他 那你買了多少錢 限量版 那些老婆 又來 是很貴的 很掛成 是 被火 很煩 我就覺得 為何你沒有留觀察過 平時我的化妝是這麼小 我平時出街要拿很少東西 我是要很瀟灑 你買這麼大的化妝箱 給我做什麼 我連化妝師也未必拿 但他真的覺得 你應該有用 其實他應該可以針對一些 不是普通的戒指 他買一些想著你有用的東西 要實用 還要硬正 是 鋼水 男人看的東西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 那次你發火後 他有沒有從此 他不敢買禮物給你 或者一定要問准你 我也不適合 那次之後 他不敢買禮物 他會怎樣 他現在厲害了 就是 他會在網上 可以匯分的平台 去選擇 五樣的東西 他把一個網絡店 放回家 然後 讓我在裡面 選擇其中的 喜歡的一兩樣 其他可以推 這麼少 真的挺好 這個做法太好了 大家也好 所以錢 那我一定要幫我老公看這一集 他真的要學 對 對 他挺好 我說你很聰明 五件你怎樣都中一件 雖然有時候五件都不中 但是 但是 可以換的 女人就是喜歡選 對 我明白 你設定了給我 所以你真的越來越聰明 好 我絕對有 當時我照顧女兒 我不是很主張 她要用自己的手 吃東西 然後自己去餵自己 但當時我老公 完全不明白 因為她很怕髒 周圍又覺得黏黏黏 她一定要叫我餵她 否則 如果我開工 她就叫姐姐餵她 我還試過 有一次我出去開工 我看閉路電視 她坐著吃 然後叫我姐姐餵她吃飯 那時候我真的生氣得不得了 對 因為我告訴她 搞喘派對 對 你不明白這個育嬰的方式 就是她要 首先用手 其實會鍛鍊她的手指 對老婆化也好 而且她要學懂自己照顧自己 不要每次要人照顧 那次我真的生氣得不得了 就罵得很厲害 對 你現在生了小孩 你會因為小孩的事 跟她吵架 但你會不會在未生小孩之前 沒有什麼跟她吵架 不是 對 經常罵她 是嗎 現在不是很流行假期間嗎 我告訴你 我以前經常假期間 為甚麼 對 因為當時我結婚前 是跟她一起住的 她一氣氣我就離開了 很棒 對 那次是因為我最記得 因為以往 如果我小小生氣 她已經馬上很聰明 哄我了 但那次因為我真的比較任性 氣得比較久 她哄了很久 我也不罷休 結果她不哄我 坐著 她在那裡 我一直在罵 很生氣 她不說話 她不跟我罵 這樣還生氣 你明白嗎 我明白 因為沒有人回應我 我覺得一起罵也沒有生氣 她不生氣 她不生氣 怎麼搞的 她怎麼搶眼睛 這個冷處理更加 她覺得 為甚麼你不在乎我 又不和我鬧 又不哄我 那次就 好了 那我走了 就收拾行李了 但不知為何 明明不是正在那裡 應該很少東西 收拾也收不完 收拾好了 其實心裡就想著 她還不來哄我 還不來 像電影一樣拉著我 不要走 那次她沒有做 那我就真的 離家出了三天 但是之後那三天 她當然懂得做 知道自己也錯了 就不斷會訊息 我哄我 我要搞三天之後 三天 我當然在酒店很舒服 這樣享受一下 那些哄我 又行 說對不起 現在有時候想說 在休息一下 即是自己出一下 吵架也不會 因為已經… 有個小朋友 有個小朋友 對呀 常常忍著 對呀 常常忍著 尤其是你知道 臭小朋友 其實除了自己情緒 對呀 壓力之餘 有很多的教育方針 就是自己守的 對呀 那如果她再激激我 真的又很想出走 但現在真的走不了 對呀 因為女兒在家 你怎麼捨得放下她 對呀 真是寶貴 所以做了媽媽 就不可以像做女兒的時候 那麼任性了 對呀 不可以了 不可以繼續這麼帥 不可以這麼瀟灑 對呀 所以多謝大家 這集收睇 大家喜歡我們這個 美娃皮奴 記得訂閱我們的 Chill Good Channel 對呀 還有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G 如果想繼續看我們 罵些 什麼 老公 什麼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下一集美娃娃娃再見 再見 再見 很小時候我們可能坐過學行車 其實學行路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不用靠外上的工具幫助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讓小朋友 讓他們自己嘗試站定 又可以出進親子的關係 時間到了 他們會自然慢慢地 跨出他們的小腳 開始走路 另外 學行車有一定的危險性 寶寶初時還未適應控制速度和方向 如果撞到就會很容易受傷 而且長期坐在學行車上 反而會阻礙嬰兒的發展